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红掌 这份红掌在冬季的时候由于出现了冻害太严重了 那么在立川之后就给它修剪掉 经过一系列的处理之后 现在已经进入了三月份好长一段时间了 都没有看到它发出新芽的一些迹象 那么今天就到盆看下它的根势是否有没有出现烂根呢 或者是这个境界已经出现坏死的现象 无法缓救了 看下是否能把这颗红掌救活 我们先把盆地给它拍打 看下这些所用的土壤都是使用一些河沙 还有一些炒炭土 因为这些土壤太过保水 这些根势基本上都出现了腐烂完了 已经烂根了 没有出现长出新根的迹象 把这些土壤全部把它弄掉 然后看下这个根势里面完全不可以要了 看下都已经出现腐烂了 无法救活了 像这样的根势呢 毫不容易直接把它腌掉 这种情况呢 就是在平时养护的时候 没有注意好养护方法 像这样长势旺盛的话 我们平时养护就给它使用 多一点蒸根状花型的营养液 这样的营养液呢 既不会伤根也不会烧苗 它所含的淡磷甲元素是10比30比20 这样就可以养根撞根又可以促进它不断的开花 每7到10天给它适用一次 这样在后期它的根势才会长得多发达了 它失效功能才会强 盆土呢就不会容易引起细菌 感染导致出现腐烂了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